由周可指導周迅 祖風 吳振宇等人主演的電影 《保持沉默》 眼下正在熱映 影片中周迅一人分是兩角 且人物性格反差極大 前不久在接受我們欄目專訪時 周迅為我們講述了 他是如何在兩個角色之間 自如轉換的 中國電影報導的 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我是周迅 在電影《保持沉默》中 周迅一人分是兩角 既是幹練律師端木蘭 又是歌手萬文芳 對於這兩個角色 他又是如何拿捏的呢 陳先生 你很愛他 對吧 當我第一眼看到他的事 我就愛上了他 你給不了我想要的手 所以你只有幻想著 完完全全地唱他 就因為他們反差大 所以就是比較不是那麼難 對 因為一個是律師 一個是歌手 就祖風老師給了一個 非常好的一個說法 就是說我就當自己 在演兩部電影 律師端木蘭是周迅 首次出演律師 這個角色十分考驗 演員的台詞功力 和專業素養 但對於周迅來說 完全不在話下 一沒有前科 二沒有目的 三沒有充分的證據 四 當事人不認罪 你覺得這個在法庭上 誰的勝算更大 因為我也有一些 做律師的朋友 他們的邏輯思維 他們就是那個 刨根問底的那個方式 就他們的一些手勢 或者是他們聽東西的 一個一個非常專注的 然後就聽著就在分析 因為他們非常快 就好的律師 腦子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是那種節奏 對 你當然語速要非常地清楚 和快速地去傳達 你要讓法官聽清楚 我的證據 有些時候你的那個節奏 那個跟平常演戲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看就會有很多手勢 這自然就會來的 影片中周迅的另一個角色 是一名歌手 為了將兩個角色區別開來 周迅首先在造型上進行區分 不僅為歌手萬文芳增肥十斤 更是特別做了面部特效 你幫我他好不好 其實在萬文芳的這個角色裡邊 其實我們從鼻子到額頭 都做了一些改變 是那個做了一些特效 包括妝感啊什麼的這個 就給他們有一個 比較明顯的區別吧 你既然這麼討厭我 你為什麼要把我剩下的 為什麼 他這一塊其實是 把額頭啊 就是這種細微的動作 是比較難的 就這種皺眉啊 或者是這種是比較難的 所以只能使用嘴或者是眼睛 除了用心揣摩角色外 周迅凱現身演唱了影片主題曲 一生守候 讓觀眾們大飽耳福 那萬萬文芳他本身就是一個歌手 那他從小就帶著他兒子 或者是他在酒吧唱歌啊什麼的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角色的需要 同時我自己也喜歡唱歌 此外 專訪中周迅還透露 他自己的新歌已經在錄製當中 讓我們一起敬候佳音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